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嘿大家好 我是SKY 真是西區篇 也是本系列最後一篇 然後我再次強調啊 這只是素屏 我只會講這筆簽約 我認為適不適合好不好 離開的球員啦 或許大方向的操盤啦 那些總屏的東西 就去隔壁棚露臉大丹在那邊敲碗 不然全部都講的話 哪可能一支影片展一整個區啊 啊再這樣細分下去 分區 分隊 都會選秀剪屏 下次聯盟 阿~~ 阿~~ 母腾 好不好 真的母腾 反正就這樣啦 以下就進入正題啦 Rot Pro 通往者的補強不算令人驚艷 但個人覺得非常成功 首先頂心續約Damien Lillard 是一個不需動放的決定 早在前幾年雙槍不停在肌肉戰受挫時 許多人就開始討論拆掉雙槍這個選項 但問題是你拆掉後 你能找到同等級的替代人手嗎 沒辦法嘛 你拆了就是沒有更好的人了 這就是事實 所以通往者該做的自始至終 就是熬過2016年切的那波濫約 並且默默累積年輕資產 尋找在薪資允許下合適的自由球員來輔佐 統整出屬於自己的陣容 就算暴龍這幾年來做的這樣才對 所以可以看到通往者沒有貿然大雜錢 新約都是平的短約 兩年續約能從板凳出花單打的Rodney Hood 一年約簽Mario Hazonia和Anthony Oliver 來填補板凳外線 而由於卡著受傷的Yusef Nurkic的合約 通往者也沒空間在自由市場做太多動作 於是他們轉由交易市場來進攻 透過交易 他們把肥約1號Maius Laner 配上Mo Harkless 以及肥約2號Evan Turner 換成同樣是肥約 但至少啦 符合陣型需求的Ken Basmore 以及Hassan Whiteside Basmore是搭配雙槍陣容最合適的3D型球員 就帶點石球突破能力 能夠升級板凳的火力 Whiteside算移動速度一直被詬病啦 但通往者歷年來的中鋒很贏得不快 加上他們有輕裝協防型的Zell Collins 能遮掩這塊劣勢 把Nurkic擋拆成拖的防守策略 直接套用到YSide身上 絕對是可行的 甚至護匡效率是還可能有升級呢 而進攻端上 雖然沒有Nurkic的測移能力 不過吃餅至少是一流的啦 配雙槍也是很OK的組合 基本上拖王者的補槍 並沒有讓他們實質戰力上升 不過除了雙槍之外 他們還有大量的年輕資產能夠培養 全能型的中前鋒Zell Collins 天賦可能比雙槍更高的二十歲 全能空位Enfernee Simons 天賦可能是全隊最高的Kawaii 2.0 Nazir Little 還有Duke出品的得分好手Garry Chan Jr 甚至還有從Guanala的小Audrich Scalab Sier 不論培養來輔佐雙槍 還是未來接班 都讓拖王者能夠午後顧之憂 拖王者還薪資炸裂這麼多年後啦 不是大城市的他們 本來就不太可能一口氣扭轉這種局面 今年他們的操盤 讓球隊走上來改善球隊體質的關鍵分水� 等到徹底改善了球隊的體質 他們也才真正有下暴龍籃網一樣一飛沖天的本錢 爵士驚嚇補牆的非常漂亮 每個動作都補在刀口上 過去爵士陣中有兩大痛點 其一是沒有打南門 Mitchell以外的持球點 其二是缺乏射手 而进攻空间拥挤 就没有可以自行切穿防线的人 最后当然就是 基督在遇到等级够高的对手就被打趴嘛 而从球团一开始就告知Ricky Rubio 不会留他这一点 就可以知道爵士完全知道自己的问题出在哪 并且随后透过交易换来一样的Rubio 节奏掌控能力 但持球切入和投射大升级的Mike Conley 同时市场上签下Emmanuel Moodle 他算已经练不出组织能力了啦 可是至少上期挡拆持球品质还算可靠 这两人的补枪 算是有效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再来第二个问题上 爵士用四年约补上这两年的 进化成全能射手的Boyan Bogdanovic 并用一年底薪就签到能补上 J Crowder功能的Jeff Green 最后因应Derek Feverus 离队 在签下联盟当前最好的 蓝板吃汗Ed Davis 补上他的蓝领作用 如今他们能排出一组扎实的先发阵容 又有可靠的板凳作为后援 即便今年唏嘘清光溢溢 我想这只低调的爵士 应该还是有机会卡住唏嘘中段 甚至前段种子 至于仰赖巨星战地的机游赛能走多远呢 就看这两年效率始终偏低的Mitchell 能否进化成属于尤塔的全能巨星的吧 勇士今年面临KD离队的危机处理算是可圈可点 不管你觉得Diangelo Russell值不值得顶心啦 在勇士本来就要把顶心砸在会堂一年 而且一定会被砍攻力的KD身上之下 他不愿意领 他大可以拍拍屁股走人给蓝王裸牵 然后留下薪姿爆掉的勇士甘瞪眼 但KD愿意自省先先后患 帮忙勇士拿到他们理应薪姿空间施不下的滴露 在照理来说 每人有义无帮你的情况下 你从两手空空变成多一个其他球队 抢得要的明星控球耶 这差别应该不管有哪只眼都看得出来了吧 至于其他补强上 要鸟拳佛心续约还有开发可能的卡防罗尼 再用底星牵加光放弃的薇雷卡斯蛋 瞬间拥有了机动性极高的禁区轮替 一方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啦 罗尼高中可是小KD 是从三分线开始单打的那种 所以就算他运球不可能再练回来 他也绝对有机会开发外线 欸 也不对 不是开发 应该是找回外线才对 而只要外线能找回来 我想以先发内线来说 他就算是很好用了 至于WCS 大家都知道他会在场上散步 但国王之所以忍耐他散步 当然还是有起源的 WCS可以说是目前联盟中最快的中锋 甚至可能没有之一 他的爆发力 机动性之强是非常可怕的 只要勇士可以督督他多卡位 基本上他的斜防跟挡拆吃饼 作为替补都算CP值爆表 就算再差啦 也是加强版的Jovel McGee 勇迷可以安心服用啦好不好 而最空的小前锋这一环上 只看目前阵容的话 大概就是Alfonso McKinney Jacob Evans 和一年约签下的Glenn Robinson来分 McKinney和Robinson都是普通3D 吃点时间没有问题 Alfonso虽然在发展联盟大杀四方 但缺乏爆发力 我是觉得他的单打 不太可能转移上来啦 基本上把他当成多功能的侧翼就好 如果下一期在发挥空间增多之下 能练出弱编接引 那就算赚到 而说实话 你别拿什么二连霸啦 五星战队啦 来比较的话 欸你能排出Curry D-Low McKinney Draymond Luni这种先发 你嫌弃的话 可还有很多球队渴望这种等级的 先发名单好吗 真的啦 目前这种作为K趟康复前的过渡期 算是很堪用了 好啦 我是到想听快艇的人 已经快要暴怒了 关于这笔惊天动地的签约和交易 这里先推一下快艇专家Kenda的文章 里面把整个操盘的前后脉络写得很透彻 说实在我看完都觉得 我应该可以不用讲快艇的吧 所以在看下去之前 请一定要先看过这篇 好啦回到正题 这笔交易评价想单然二的很两极啦 我们都知道有投资就有风险 你想拿什么就必须付出些什么 所以到底值不值得 就看预期报仇是否高于预期风险 而快艇这次丢了四枚无保护选秀签 一枚有保护选秀签 加上两枚选秀签互换权 同时附赠一名准明星Galineary 还有具备先发天赋的Shark Gilgis Alexander 不过这里要注意的是 看似是丢了七年的选秀签 但实际上换出去有两年的 是Tobias Harris 以及Jimmy Butler 这两笔交易中所拿到的热火手轮 因而从2020到2026年这七年间 快艇骑士人保有202176人手轮 以及互换后的两枚手轮 而且不只是七年内人保有三张手轮签 重点是交易换来的 也不只是Paul George 还有非得要有他才肯签约的Kawaii Leonard 等于是没有这笔交易 就没有这对联盟最怪物的攻守合一策意搭打 所以说实在我认为啦 你要炒最极致的短线 本来就该付出极致的代价嘛 而比较过往付出类似代价的球队中 胡人拆光整队 丢掉差不多量的选秀签才换到两名超巨 篮网虽然付出的代价比较少 可是他们拿回的三名 是正在进入代退期的球星 至于暴龙则是很有趣的案例 整个交易案中以球员本身来看 他们两手空空了 但实际上他们已经达到了冠军 这个网罗球员的终极目的 所以说这么多 那么快艇呢 首先他们付出的代价 与胡人差不多是最大的 但他们也确实有换回两位MVP等级的超巨 和KG Pierce 这次开始进入衰退期的球星绝对不一样 而比起暴龙只换了一年的打工期 口外的快艇有四年长约 George则是三年 第三年球员选项的合约 且从剩余的筹码来看 快艇也不像胡人是拆光整队 他们还有罗威兰斯 Patrick Beverly 两名先发级球员 Mo Parkles 和Montre Harald 也算是轮体以上的好球员 更别说还有Landry Shaman Jerone Robinson Zuba等潜地小将 所以快艇这个操盘的重点在于 他们现在还有潜力 有先发 有绿叶 有首轮 球员合约也不会尝到卡死球队 是的 重点在于他们比其他球队 事先累积的更多筹码 让他们交易后仍有很大的操盘弹性 这是快艇赢的地方 也是为什么代价极大 我仍认为他们的报酬 会高于风险的原因 当然快艇目前的阵容说要夺冠 恐怕还不到啦 毕竟没有Laurie那种掌控节奏的人 说到底这一切会不会变成一场惨案 全看Jerry West后续的操盘能力 可是以他过往的可怕手腕 加上快艇一手筹码 就算再差 如果能打造2-3年的王朝 那接着2-3年的黑暗又何妨呢 毕竟多少球队小心翼翼一辈子 都换不回一次的王朝体验啊 甚至好一点的话 West可能还有机会继续用筹码换筹码 让快艇不至于在这对 彻底搭打离开后直接崩坏 毕竟在Laurie City结束后 他不就是这样带快艇走过来的吗 结论是在所有大福苏哈的球队当中 快艇以最低的风险 拿到了最高的报酬 而他们最后还没达到的 就是暴龙拿下的冠军金杯了 因而最后的问题 恐怕只是常年被认为 不擅长带巨星的Duck Rivers 到底能不能驾驭当前的巨头阵容了吧 额 雷霆惊吓清雅谁还重要吗 Alec Burks Mike Muscala 或许符合外线需求 但也都只是板凳绿叶 且根据事后的消息 不论是快艇还是暴龙 George本来就已经打算去找口外 所以打从一开始就已经没有保持阵容 继续打拼这个选项了 而Sam Presti一向都是个很明快的总管 他一确定这一组阵容保不住了 就爽快地向快艇打劫一番 并且如今也传出Westbrook的团队 也在和雷霆商讨交易 如果Westbrook真的交易走 那大概就是秦藏大拍卖后 从零开始 以今年选入的Darris Basley 以及交易入队的SGA开始重建了 而如果最后交易没谈拢 那以Westbrook SGA Gallinari Grant Adams的阵容 且战且走也是个选项啦 毕竟他补强机会来临时 Presti总是不会错过的 只是再度少了球星队友后 雷霆这一回还能不能再闯季后赛 我想也将为Westbrook的带队能力 以及总教练Donovan的指教能力 写下最后的分数了吧 SGA 胡人当前的阵容没有伤病问题 应该是能重返季后赛的 只是就我一个从D-Low Randal还在时 就偶尔会看看胡人的旁观者来说 我实在还能认同胡人这次的做法 说到底一个操盘好不好 就是我从快点那段说的 就是你冒的风险 是否大于你投资的事物 也就是风险管理罢的 而胡人拆光整支球队丢掉大量的选秀签 最后组出的是什么 是去年开始有下滑激将的LeBron MVP级的巨星Anthony Davis 阿基里斯受伤后明显已经不是过去那个他的Demarcus Cousins 以及和上述三人都有OK合作经验的Rajun Randal 除此之外就是3D两名 Denny Green Kentavis Code Will Pope 射手三名 Jerold Dudley Troy Daniels Queen Cook 还有一个帮忙吃饼的Javel McGee 当然胡人的签约不会停在这里啦 就算自由市场除了预计被跟上报价的授牵自由球员以外 大概只剩下 Chabury Parker Justin Holiday 但我想凑一凑他们下一季毫无疑问还是可以回GEO赛的 但 然后呢 对啊 然后呢 LeBron跟Randal只会越来越老 Cousins的身体状态也不可能随着时间逆转了 而如果你想告诉我 你没看到他冠军赛 那个阿基里斯剑伤后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防守速度 还有整个赛季那失去爆发力的第一位单打 那你就只在自我欺瞒罢了 他就算堪用 也没法重现醍醐冲塔的破坏力了 比起快艇 有的是先发战利亚年轻潜力当作筹码 胡人撇除上述球员和两名先发3D以外 都是底星战队 就算约满了 也只能继续清除薪资空间做梦等巨头 然后比起暴龙一元冠军冠后坦然重组 甚至他们其实还有一组可以拼GEO赛的阵容 胡人要是哪天巨头走了 他们剩下什么 剩下底星战队 剩下薪资空间 剩下期待下一个巨头自己来加入的梦 不管跟哪支球队比 胡人都承担了最大的风险 同时却又只能收回不上不下的报酬 你跟我说 我要怎么认为这种做法是妥当的 更何况当初拆掉球队 然后认定有空间 又有球星 这种一厢情愿的操盘手法 本身就已经是一件不OK的事情了 说穿了 当别人用脑在操盘 而你是用希望的操盘时 基本上 你就算最后能赢 那也只是运气罢了 而运气 绝不是一个能长久依靠的东西 马斯目前为止的补强不突出 但都合情合理 选秀选进能够长期培养的优质天赋 并且在得知Marcus Morris 有意评仪加盟后 将原本职业签约的Demarie Carroll 改为先签后患 除了为此送出射手David's Bertans以外 也由于先签后患的规则 让Carol的合约年数增长为3年 最后用挤出来的钱再签将Morris Morris是全能的得分型前锋 又有强壮坚实的防守 算是各方面都很符合马斯 在封线上的战力需求 至少实用性和多功能性 会高于牺牲的Bertans 而Carol 虽然担忧不稳定的他 前三年是否长了些啦 但好说歹说也是合格的轮替3D 且倘若主干阵容不变的话 马斯大概之后 就是一边养234号 三个位置上的三名小将 一边让终身带球星 带他们看看季后赛 跟带经验的 所以Carol的三年合约长度 也不会影响到什么操盘啦 而在西区陷入战国时代的大军被捕墙下 这样的操盘做法很朴实 但却也很马刺 好的 那么西区篇大概就是这样了 剩下火箭金块 目前看来没什么动弹的空间啦 所以就不脱提了 好啦 那么接下来终于可以回到选秀简评啦 那么我们就下一支影片 再见啦 此之外如果不前进长篇文字与分析的话 也可以到我的FV粉专的晃晃一同讨论篮球 OK大概就是这样 我是SKY 期待下一支影片播出的时候 能再与你们相见